大家愛愛的時候都會喜歡聽什麼Dirty Talk呢 我們今天蒐集了一些網友的匿名回覆 要來跟大家分享 進來看看吧 今天這個企劃是誰寫的 我 為什麼你會想要做這個企劃 因為我不想做這個企劃 欸 現在外面幾度 體感溫度46度 體感溫度46度 我們還不做室內的嗎 我們還不做室內的企劃嗎 每週深夜話題時間到 愛愛時 大家都喜歡聽什麼Dirty Talk咧 說我看起來好引擋 欸 他這A片看太多啊 小當腹 奶大 很色 怎麼這麼飢渴 叫我燒貨 喜歡你X我 快叫爸爸 什麼意思 沒嚇到 我想說 我爸有來嗎 寶貝你好緊喔 說愛我就好 在那時候說我愛你 你會覺得開心嗎 聽到是不是我愛你 就是可能很輕柔的在耳邊說的那種 就還滿 你真的是很喜歡這個企劃 就有感受到他是發自內心的 結束的時候說 喔 對 結束的時候說 結束的時候是一定要說 但中間應該也是這樣講 有一定嗎 我覺得不會每個男生都有說 對啊 就跑去 就自己擦一擦就去打電動啦 比你好濕 我喜歡別人說我很可愛 如果現實中 你有床上的一半騷 那你肯定很多人追 好 那還要在那邊比 是怎樣你現實不夠騷 所以才沒那麼多人追 這句好不懂 可是有人喜歡呢 我真的算好單心 對啊 我還要停下來思考 等一下 反 反話又反話 這句到底是什麼意思 所以我到底有沒有人追 就是想騷嗎 追或騷 所以我現實中騷嗎 還是沒有啊 好奇怪 寶貝你超性感 好緊 還有搭配男生啊啊啊的叫 那會有那種就是語助詞嗎 對 有嗎 就是你 你是真的有 還是你只是現在戲很多 結合得到很多 應該就是這樣 對我兩個人是 很重 好好怪啊 我覺得一直聽同事叫這個好怪 就是看影片的時候男生男優會就是 要出來要出來的那種 啊啊啊啊的那種 我會很尷尬耶 因為我覺得現實中真的也不會這樣 就覺得很眼 欸 有一句我覺得不錯 有一句 信用卡隨你刷 那會開心耶 會開心耶 這個不用在床上 直接跟我講就直接高著好了 真的 他好像是這個意思啊 我以為他一直都這個行為 像是信用卡 什麼意思 哪一個行為 像信用卡隨你刷 就是 怎樣刷 就是這樣刷 什麼東西會這樣刷 這樣刷 很高耶 真的好喜歡 XX 不是這種我覺得好難聽喔 好深 差得很深 有一個說平常會說男友是禽獸 然後男友就會 做的時候就會說 跟禽獸做的感覺怎麼樣呢 一直單身謝謝 處女 蛤那單身的人會不會一下上來看就覺得 蛤 原來都要說這些喔這樣 欸你們覺得會說就是這種 比如說什麼XX 誰啊XX你XX我這種是大多數還是少數 是就是在比較狂野的人會上來分享 還是說其實很大部分都放來分享 這就是平均答案這樣 你是說平常生活感覺悶悶的 就是他平常的個性不是比較open的 然後他反而在另外一面會有一個 他突然分享就是 哦就有反差那種感覺 就像我平常都很搭啦啦 然後其實我就有點小害羞 並沒有 那打屁股呢 我覺得dirty talk跟打屁股 我反而比較接受打屁股 我覺得打屁股可以 可是我真的有一個很怕痛的人 之前有時候看一些片 就是打到女人的屁股紅掉 我就覺得 為什麼要這樣子 年紀到了 年紀到了 會想要被打到紅掉嗎 所以你會把女友打到紅掉嗎 我都打到 年紀還年到 我不喜歡 我就很怕痛 就平常人家這樣輕輕打我一下 我就覺得好痛喔 上次聽別人說 喜歡聽另一半讚美自己 騷美 身材好 或是叫自己小母狗 你們會喜歡聽自己被叫小母狗 啊不是 那邊都是小豐狗 有啊有一隻是你 你會喜歡聽 小母狗不喜歡 我講一講 不行啊 我會軟掉 我會軟掉 什麼啦 你有什麼地方回應是不是 我不喜歡耶 小母狗好難聽喔 小母豬也很難聽 大家都是哪裡去學來這些東西啊 因為爸爸也不會教啊 然後學校也不會教 到底是誰教你們的 誰教你們第一次講出這些東西 是不是其實男生也蠻常就是 看片出來的嘛 片不會講 片都是日文 不然就會英國 通常是沒有字 通常也沒有翻譯這樣子 還是是什麼言情小說 小說都會寫得很浮誇 然後女生就是愛聽 是不是 源自於經驗 就是什麼 某一段開始會這樣說 然後發現 好像不錯 然後接下來都希望別人這樣講 是這樣嗎 因為你自己會講什麼 不是 因為 因為大家為什麼趕在上面分享 就是因為它是匿名的 那我幫你媽講 誰不知道是我啦 喜歡 掐著對方脖子叫小母狗 叫大聲一點 我的天啊 這個超M的耶 是不是想要肉棒 那時候真的是漫畫看太多了 對啊 肉棒真的是 你好美 很喜歡跟你做 這就是一個很理性 很優秀的一個 我覺得很多 喔你會說很多個 但是 我最喜歡跟你做 但是 比起來 跟其他人比起來 我最喜歡跟你做 好 要小心這種話中有話 那男生喜歡聽什麼女生 女生的 對 對啊 你們會愛聽 女生通常會講 自己的經驗是沒什麼 學過 所以是聽教闖 就可以 可是不然如果是你的話 你會 你會刻意 會講些東西嗎 那也不太會 就是可能會說很舒服 之類的 我覺得鼓勵 有一個鼓勵他 不是 就是 就是一個 加油還可以更好 加油再順一下 加油還可以了 繼續努力 最後一個很打氣 重訓教練 再五分鐘 對就是這樣 很好 沒有啊 當然不會這麼誇張的啊 反正就是 自然的表達 就跟女生會想聽男生說什麼 好舒服 就是最好的讚美 不是一樣的意思嗎 大家都想在什麼讚 那你們覺得歐美片 就是那種女生的 叫床 會不會很解 是 Oh yes Yes 那個真的好怪喔 我們剛開始就濕成這樣 到底是濕成怎樣 小劍或你奶好大 做完一次又問 還想要嗎 可是如果是說我還想要 會不會更好一點 還想要嗎 就很像男生覺得自己很屌 就說怎樣 還想要嗎 我是很厲害喜歡吧 再給你一次 好緊喔寶貝 喜歡聽另一半跟我說 狗狗來恩愛 狗狗來恩愛 這男生愛叫吧 可是我覺得 母狗比較難聽 狗狗是可愛的啦 欠X 欠X名就很難聽 這個人回覆是欠X 然後那個充滿愛心的那個表情這樣子 很開心這樣 很幸福 說啊 你是誰的 為什麼會 女生會嫌我死侯 我是誰的 是我媽的嗎 還是我爸的 叫大聲一點 要叫出來啊 可是如果女生就是只能叫這樣 然後叫人家叫大聲 那不就知道他是假的嘛 我覺得那自然的那種 教喘聲就比較好 很會吹 哦 才是這樣很會吹 把我吹的不要不要的這樣 你讓我受不了 寶貝我想要你 但我覺得還是 就是不一定要做 別人就是這樣感覺很自主性 你都去學啦 因為我覺得還是要看兩個人的個性 然後對方喜不喜歡 如果對方覺得很解的話 其實反而沒有助性到就很尷尬 會有人是因為 覺得你們女生是不是都喜歡聽 或是我這樣講 會不會助性什麼的 才這樣試著講之類的 因為這些詞不可能是你原生詞彙吧 就是 不會是你 自然反射從小就突然 欸長大有一天就突然 講出話了這樣子 就是也是因為學習一下 然後去一個模仿 可是一定是有人真的喜歡 可是我覺得是 兩個人相處 然後就是 你去試探 因為應該說你慢慢的了解對方 大概知道他是什麼樣 會喜歡什麼樣的人 然後再去試試看 要不要做這件事情 然後我發現 如果效果不好 然後 特別有摩擦感 你會發現他可能覺得很解這樣子 下次就不要再這樣 對啊 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記得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 下次見囉 掰掰 他說我跟我男友是我在開黃條 他是就是比較淡定一點的 我真的會在那邊很無聊 我那邊說 要不要玩老鷹抓小雞 我在那邊飛 然後我男友講出來 我好困啊 他講出來我說 可是我想玩老鷹抓小雞 我就一直在他的臉上那邊飛 可以嗎 我往家飛 老鷹抓小雞 然後我說不要嗎 好 那我跟妳玩老鷹抓老鷹 可以了吧 感覺有鼓勵出來 老鷹抓老鷹 他就在那邊笑 他就說你不要那麼無聊